当我们隔着台湾海峡相望的时候 所看到的或许是彼此的不同 而所有的喧嚣与扰嚷 也都来自于我们的歧义 但是在异乡的土地上 我看到的是我们的相同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 会在九二共识 以及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与大陆方面展开各种的合作与交流 因为我们希望两岸能够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 多做一些有益于双方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希望 让两岸年轻朋友能够面对面的 理性务实的沟通 大家可以来讨论共同谋划未来 而现在两岸的青年交流 是非常的热络 但是在三十年前 你要是告诉我说 两岸的青年能够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开会 甚至说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参加篮球比赛 我一定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两岸之间之所以能够有交流 有这样的成果 那是因为过去三十年当中 两岸中间有非常多的前辈 透过他们的努力以及贡献 才将许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因此我们在这里除了必须要珍惜这些宝贵的机会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前辈将自己理想一步一步实践的那种热情与行动力 继续的来推动两岸关心的发展 我要特别的鼓励 所有关心两岸事务的青年朋友走出来 实际的走出来 面对面的与来自对岸的青年朋友 共同的探讨 未来许多共同发展可能的模式 那么我也要建议 所有对两岸议题有兴趣的年轻的朋友 特别是这些还在学校求学的同学们 可以暂时关掉电脑 放下你的手机 从线上虚拟的实境当中 回到线下现实的人生当中 身体力行的来参与两岸的交流事务 让我们把宝贵的时间与精力 专注于科技及经济 等有益于两岸民生的领域 让所有两岸的青年 一起来推动中华民族未来的复兴